今年上半年我們黑社會相關的罪案有56宗 裏面有15宗涉及青少年刑 有29個青少年罪犯 佔我們的總罪犯人數是36.7%左右 暫時是回落了 因為只是上半年我們都期望它可以保持住 其實我們現在觀察到反而停課之後 在學校中黑社會的散播反而好像更厲害了 停課之後大家在家中 就比較容易招兵買馬 《水尼神》接下來是持續的項目 我們希望在警區中 這方面是眾議員和團結不同的持份者資源和他們的參與 希望去建立一個溝通平台 這個溝通平台有兩個方向 第一就是我們可以去商討一些活動 希望給一些年輕人 讓他們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提升他們的守法意識 以及知道原來犯法之後 效果是怎樣的 所以這因此我們在整個社會議員裡 參與的持份者是有多方面的 除了我們政府部門 包括我們警務署、情教署、教育局、社會公理署 也都有成大去幫忙 之外還會連同我們在本區中小學的校長會 以及加教會 以及非政府組織 我們在一起 我們是有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我們除了搞活動之外 還會在定期檢討 我們那個成效是怎樣